記得我們第一個星期 做了一集關於金融 想不到幾個星期之後 輪到外國金融Stanley的離世 當然有很多人會說金融和Stanley 之間有很多不同的比較 我想想問一下 不知道你們會否比較熟悉 究竟金融和Stanley 誰會賺錢賺得更多 第一個說 我覺得Stanley有點像鬼佬黃玉郎 鬼佬黃玉郎 OK 繼續說你 我不是說 我覺得Stanley的影響 比黃玉郎高很多 如果你說在世界影響力 你如果說世界影響力的話 金融當然也是 金融是力量的 你不可以這麼說 我們把焦點放在 誰賺錢賺得更多 我想這個問題是 尤其是我們都是拿筆賺錢的人 都會想到拿筆賺錢的話 最多賺到多少錢 金融大部份的錢是做明報賺回來的 雖然他有份寫 他是一個很重要的主筆 就是寫了小說寫了寫了寫 但問題是他都是做明報賺回來的 他不是純從創作賺回來 即是創作加做生意 所以本質是不一樣的 如果就這樣看他創作 賣書版稅賺回來的錢 和Stanley 怎樣比呢 我不知道Stanley 賺多少錢 所以很難比 我參考一點 我們上次看 Time 關於Stanley的一個專欄報導 Stanley估計 他之前的身家估值 大概是6千萬至8千萬美金 即是幾億這樣 而他現在的收入其實很特別 因為如果你要說 Stanley賺到多少錢 跟Marvel賺到多少錢 是沒有關係的 沒有直接賺 他之前也有控告Marvel 覺得你分紅方面對我不好 最後現在好像和解了 印象中每年Marvel最低人度 就給他100萬美金 做一個所謂榮優董事的一個蒲金 再加上其他版權 但我想6千萬至8千萬美金 其實都是幾億身家 但如果是純從創作 金融現在都是千萬至兩千萬年度 千多到兩千萬一年 如果是純從他的版稅收入 但是當然他那個年代 如果以他 因為他只是在香港版稅 在台灣賣不到 在大陸賣不到 他全盛時期 即是以賣書收入最近的時候 五幾年 六幾年 七幾年的時候 那個年代他不是香港市場太小 所以他就不是賺到很多錢 到八幾年 九幾年的時候 即是大陸的時候 和台灣的時候他是殺了一些 但問題是台灣的時候 那個年代他至少是做小 我估計是七十年代後期 八十年代初期的時候 才入台灣 大陸初期的時候 應該全部是盜版 所以他就很難計 很難計 即是他有很多東西是虧張的 如果是純從創作來說 因為瓊瑤有環珠格格 我認為是純從創作 瓊瑤賺錢最多 即是你說瓊瑤賺錢最多的原因 因為他有很多影視 自己製作 因為他自己寫自己搞 即是跟金融不同 金融是可能賣了版權給人搞的 所以數目是當然的 如果大概概念是多少錢 我不知道 不過在十幾二十年前的時候 有一個人說 他在台北市中心有一棟大廈 然後前面有一棟大廈 阻礙了他的境 他就買了前面有一棟大廈 然後拆掉他 是 是 就是這樣 為何會問這個問題 當然 因為我們看Stanley的專欄報道 他另外一個說法 其實Stanley不是很懂得理財 甚至他自己也說 我對於金錢的印象 沒有錯的生業決定 譬如他做過一輪Marvel的董事 但他最後決定不做 因為覺得錢、銀的東西太煩 我專心創作 但是他說因為這樣 就令他賺少了很多錢 其實為何會用這個問題 因為立即令我想起日本的例子 就是手中自從 手中自從當然就是漫畫之神 但是他幾乎搞到破產 其實創作人和賺錢 兩件事有沒有矛盾 應該這麼說 股市的人 那個理財能力比較差 所謂股市的意思就是 舊世代的意思 譬如大家看明星 很多都 譬如大黃漢不善理財 都輸了 但現在理財都輸了 不善理財都很少 但是新一代的人 通常比較省健 就是理財的能力比較好 當然現在有很多理財工具 但是現在的人 普遍理財是好過以前的 你這樣說就令我想起香港的賣賣家 一個就是黃玉朗 一個就是馬榮成 雖然黃玉朗現在都繼續搞很多事情 但我們都知道 他是大花童 花的錢更厲害 但是馬榮成就靠他買投資有道 現在都幾億身家 馬榮成有幾十億 幾十億身家 但問題是馬榮成很容易計 他其實就這麼多年賺錢 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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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生意 他的生意 全部曾經做得很成功 他曾經試過搞天天日報 全香港第二場市的報紙 雜誌市場曾經試過擁有四成 差不多整個雜誌市場的四成 所以他曾經試過在其他方面賺錢 而他的漫畫 是流水式作業的 馬榮成是兩個星期出一半 黃玉朗是一個星期出三半 自己寫的 不計其他 他是流水式作業 所以他的銷量以每月計 是從來的東西馬榮成很多 說回Stanley和金融 雖然我們認為是對文化界影響很大 但是他們的創作模式相差很遠 金融是自己一手一腳創作所有的小說 除了不計某部份 可能代價之外 但Stanley最主要是開創了一些角色 但其實他 他不是畫的 畫的部分很少 他不是畫的 他不是畫的 另外一件事就是 他創作的角色其實是開了頭 後面怎樣演繹都是由其他的作家或者編劇 幫他演繩 但他們就成功 尤其是近這10年8年 就是成功把創作所的人 賦予他的第二個生命 就在電影那裏呈現了 在電影那裏就賺錢了 近10年8年才賺錢 是的 也這麼說 Stanley應該四十歲就百歲 九十幾歲 其實他是這10多年 這個市場才能賺錢 我想到他這10多年 他都不會花錢 有錢給他都沒有用 另外這個也令我想起 美國是一個很複雜的金融架 我多看一點關於Stanley的情況 首先他最初不是Marvel的股東 他只是製薪的員工 後來當他創作的角色越來越成功 就可以做到Marvel的董事 但是後來 Marvel的版權又不是屬於他 他開了一間Stan的媒體 Stan的媒體 他又會去跟他對薄公圖 甚至他臨死之前 都有一段時間跟他的女兒 跟他的經理人 這件事好像香港 或者金融這些 就不會有創作上很多版權 其實金融寫少許是個人創作 你寫少許是個人創作 你版權很清楚 但是如果你說漫畫是集體創作 即是中華英雄的版權 都是屬於馬封城 王玉郎 龍虎門的版權都不是屬於王玉郎 王玉郎今時今日出的龍虎門 都是跟民傳租版權回來做的 其實從來那個都是這樣的 你住在美國 都是沒有分別的 大家去創作版權 只不過你看到龍虎 其實都是屬於演示的 問題就是 跟廖山明 他談到簽了 簽了公園 我們怎麼分帳的問題 他當年發出這個體系報道 簽了公園 他覺得很後悔的 就是當他會轉做電影的時候 他就簽了一份合約 將來怎麼找的 就不相當的 於是後來再談的 就好像說他的告人 安撫回他 分給他 所以那裡他找到的收入 和電影 在市場上找到的錢 是差很遠的 因為他那時二、三十歲的時候 你想不到五十年之後的世界 那時是沒有版權 美國都有 但版權的收費是很低的 他看不到他 是這麼重要的 甚至乎Marvel 其實電影 像剛才大師說 都是近十幾年開始賺錢 之前Marvel 其實在九零年代 他們賣了電影品權 給Sony 或者其他電影公司 他自己基本上 都是因為在漫畫市場 跌得很厲害 他幾乎都要破產清本 或者接受破產保護 只不過是 他是後來 將所有版權賣完之後 籌了一筆錢 拍了Iron Man 就是這件事 才開始逆轉 但這個都令我想起 一件事就是 我們經常都說 所謂創作大師 即Stanley 也好 金融也好 其實他的成功 很多時候都是後面的人 再衍生下去 很多人認識金融 其實都可能是因為電影 甚至現在很多年輕人 是因為手機 我沒有說 其實美國的漫畫 從來都不能賣 從來美國的漫畫 從來美國的漫畫 不能賣 沒有港幣也不能賣 金融是真的能賣 我這麼說 當時 我認為60年代 是全部無人不看金融 就好像80年代 是無人不看黃玉鑼 或者馬雲城 但是美國的漫畫 從來都不是真的 它只是做造型設計 銷量不像香港漫畫 或者是香港的漫畫 或者是香港的漫畫 都不能賣 沒有試過真的 真是人所一本 那樣的感覺 市場本身大 所以都生活得到 都不大 他們市場本身大 但是本身都是我認識的 那些做漫畫的人 80年代做漫畫的人 都是很窮的 美國做漫畫的人 即是他們不是很多人看漫畫 當然以我所知 其實都不是很小 起碼 例如Superman 一期都賣到100萬本 但是當然 他們那個市場大 就不代表成本 可以這樣分攤 很多東西 可能都會令到他賺錢 會少很多 還有一樣 當然金融和Stanley 還有一個很大的分別 就是金融某程度上 是否可以說 是受到國家支持 所以可以令到它 在市場補充 當然它有回報的 即是有做事的 為什麼國家支持 那時候鄧小平說 很喜歡看你漫畫 看你小說 看你小說 OK 1970年的時候 和鄧小平見面 然後明報一路推 中國的東西 一路幫中國宣傳 人家有做事的 那當然有回報 即是那件事是大家懂得做 大家懂得做的 他都將所有的 以前和共產黨 所有的恩怨都一不抹去了 所以創作都不是單單講 一個idea 或者什麼創意推廣 有時候在亞洲市場 尤其是中國大陸市場 都是政治方面 考慮到一個原則 應該這樣說 政治市場在那些市場 當然是厲害 但就算在美國市場 都是Marketing最重要 即是你怎樣去Marketing 即是這樣說 又是講回漫畫 香港和羅漫畫都是畫得很差 但問題就是 那些工具 所有工具都很差 工具很可愛 但問題其實 不知為什麼 大家覺得多可愛 就很賣得 即是你現在看下去 支持漫畫 是完全不行的 最後還有一個想說 有很多人 因為金融離開 我們上次沒有說 有很多人拿《危康》給他 金融之後 下一個就到《危康》 但是 創回《危康》 是的 周先生是怎樣看金融的作品 和《危康》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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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康》的作品 他寫作很厲害 但是他的東西寫得 基本上是完全沒有科學的 是完全沒有科學的 是完全沒有科學的 就好像香港電影那樣 說真的 是完全是亂來的 即是說 整件事你可以好好看 但問題是 你的深度是所有東西是沒有的 我想 如果外國一看《危康》 即是你一翻譯金融 有機會外國是可以的 但是你一翻譯 《危康》會被人笑的 因為他實際上 你將好看的那些原素沒有了 但他基本上 完全違反了科學原理的 但如果你是連理《危康》 這樣的話 即是香港其實是沒有科學的少許 香港無論科學和歷史都是亂來的 即是基本上是 所以香港做出來的東西 他的深度就是另 即是我不知為何 大家可以接受 即是大家和拍電影的人 覺得 有些觀眾都不知道 即是你講 在香港拍電影的時候 很多時候在資料搜集方面 那個導演或者製作組都會說 觀眾都不明白的 要不要這麼深究 沒錯 即使大導演也是這樣 即是陳可珊都是這樣 都是亂來的 但他不會深究那樣東西 即是他們很沒有知識 但很有創意 很沒有知識 全都是香港人 這個令我想起 當日這個《投名狀》 當時我記得陳可珊這一套電影 雖然說得好像很史詩式 很多大場面 但我記得歷史上有很多東西 他已經不是歷史 但我只是說他的《投名狀》 本身他的名字都不知道為什麼 即是投名狀的意思 其實就是投名狀 有人說你投一個名 投名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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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名狀不是三個字 所以烏傳說是投名狀 你要投名狀 甚麼是投名狀 投名狀 投是一個verb 名狀 名狀是一個名詞 即是你要 你現在上去 你現在有一個拜帖 即是我來拜見你 我要有一個名狀 即是寫下我是誰 我現在想見你 甚麼事 寫下的 所以你要給他一個名狀 即是你給他一個名狀 名狀是有一個名狀 所以我們說狀元 狀元就是以下級 第比上級 所以投名狀 他當作是一個contract 已經錯了 你都不明白 你都不問人 即是你其實名狀 狀的意思是狀元 我寫了狀 或者狀師 狀子 其實是一個submit 一件事 所以狀元才是這個意思 即是你排第一 狀你寫得甚麼 即你的意思 投名狀 不是說我現在的認知 你要拜上梁山 然後斬人頭給我 即是意思就不是這樣 這個就是submit application form 但陳可生 就當作是三個人的一個誓章 明白嗎 你給你誓章 他就當作是誓章 即是整個連名字都搞錯 大哥 你用一點點心機 你的電影都好 但你愛國是永遠不會的 就是鬼佬 你看一下 詹士吉馬倫 是怎樣拍 鐵達尼號 他所有 他真的未來 將整件事去探清楚 你看一下史提芬斯北寶 是怎樣 就算亂說 他都在鼓掣上抽些基因 然後基因這樣 你不會亂隨便做些東西出來 你覺得是他的預算問題 還是觀眾都沒有什麼所謂 他自己沒有什麼所謂 所以是黨官員 因為他自己沒有知識 他懂得拍戲 但他沒有知識 他不尊重知識 我說這些導演 香港的創作人 是從來不尊重知識的 就是他尊重創作 很好創作 很好叫 但其實只要花多少少的力 你就可以令到那樣的合乎邏輯 合乎給人 我都覺得觀眾是有責任 如果觀眾是這麼聰明的話 就不會受歡迎 其實預算是存在的 那些錢是怎樣的 是很少的錢 你可能多了百分之一的本錢 只不過是 他就說 他覺得我搞正他的話 影響不了我的票房 我不要搞正他 我都會這樣看 黃家衛 就是會找張大春 黃家衛找人做什麼 黃家衛注重 黃家衛也有找老蕭 我們時間差不多 我們就由金融講到Stanley 再講到危康 去講一下創作人和錢的關係 好,下次再講其他話題